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是真放不下林昊啊 我去砍他出来 你跟他好好道个别 他这几天一直在忙我们的事 都没有好好休息 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咱们出发吧 好的 请上车 等一下 林昊 你怎么来了 多亏了若兵告诉我 不然就让你们给溜了 那个 回去有什么事情 尽管告诉我 打电话啊 记住啊 大家都是一家人 嗯 我知道了 好哥 你真够意思 抱歉醒叔 耽误了您的时间 现在可以走了 没关系 那咱们这就出发 林昊 你要照顾好自己 平安无事的回来 我会的 喂 你还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每天熬喂了这么重的药 吃的人真不开眼的 还不是为了给你妹妹看病啊 呃 对了 有没有那种比较补的药 你懂的 怎么 看你黑眼圈这么重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呀 看破不说破啊 我好歹是李家记生人 每天应酬那么多 免不了房场做戏嘛 给你用这个吧 什么东西啊 搁着瓶子都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冒出来 这个呀 可是我的毒门秘方 里面聚集了上百种药材的精华 去毒补肾 让你重振熊发 那我就信你一次 你 你这药里放的什么 我怎么觉得肚子好疼啊 搬蟹液 大黄 芒香 说人话就是蟹药 毕竟想去毒的话 排泄是第一步 混蛋 我今天还要开会呢 当下找你算账 慢走啊 让我煮的差不多了 快去打个盹吧 少爷人呢 不是要去公司开会吗 什么声音 耗鲜是从大门口那边传来的 这 这是 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有一辆泥头车 霜进别墅里啊 咳咳 林先生 你怎么样啊 来 快让我帮你检查一下 没事 幸亏我反应快 只是一点皮外伤而已 不过 少爷的车 怕是废了 你先去看看大车里的人 哦 好的 喂 有没有人受伤啊 咳 什么 你说车里没人 难道是有预谋的袭击 还有可能 大车的方向盘本来就不容易偏 只要加速到一定程度 让车辆自己撞进屋内也不是难事 问题是在于谁动的手 想从高速行驶的货车里跳下 没点本事是不可能的 你的意思是 司机还是个高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有这一种解释 喂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辆卡车撞进来 少爷 这辆货车直冲您的跑车而来 据我跟林先生推测 应该是有人故意为之 什么 你的意思是 有人想自杀我 没错 这肯定不是一场意外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金煞古鞭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哎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灰治兵 开什么玩笑 我去 不过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资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是 邪鬼 圣殿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终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手刀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合 cape 十六 彩炮 九十九 这女门下暗阳关 只要进了这门 都算是我的病人 小姐姐 你不会以为我只懂医术吧 就凭一群乌合之众 也想来教训我 下面就交给我吧